我們要來頒一個獎 台灣演藝之一言堂排行榜 那為什麼要頒這個獎 為什麼是台灣 因為這個所有目前大部分的這個 這份節目都是以台灣為名 都是以台灣為名 但是他們所行使的是在幫助台灣 還是在害台灣 那這裡面呢 我跟各位報告 第一名 這個讓大家意外 第一名不是周一寇 第一名不是周一寇 第一名是許仲江 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 他們用了37天 37天的時間 那第二名才是周一寇 30天 那第三名呢是台灣向前行 第四名是新台灣加油 第五名是前進新台灣 那第六名呢 才是政治到了 第七名呢 突發心想 那這些齁 這裡面有很多很多的 這些很離譜的標題 我手上這一份 這個標題 光是標題就有17月 標題就有1萬多字 這一個多月的時間 那這光標題就有1萬多字 如果加上他們在修理員寬衡 在批評員寬衡的內容 可能是上百萬字 數百萬字 每天我們國內都有很多的 重大事件在發生 不管是政治經濟教育 或者是國內的疫情發展 但是我們很難看到說 對於一個在獨選過程當中 一個在野黨的候選人 那媒體能夠用這麼大的篇幅 這麼大的篇幅 以及如此這樣子的比重 然後不顧新聞 這樣子的一個平衡報導 然後做全面的攻擊 跟一個抹黑 那只是針對特定的候選人 我不知道說我們的新聞倫理 是否還存在 比例原則是否還讓大家尊重 NCC這個主管機關 是不是還有存在的必要 難道NCC不用負責嗎 難道NCC過去 可以為中天的報導 一個過量的報導 而做出指責 做出要求 那對於現在 民眾所遭受的 這樣子的一個 新聞媒體的處理狀況 而可以默不吭聲 視若無睹 我在這邊 今天 要求我們的主委 陳耀祥要 進入調查 如果不敢 就證明了 是看原設辦事 使豬不怕開水燙 NCC try go 要求陳耀祥 要求陳耀祥 進入調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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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